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来学习这款麦穗花包的编织方法 那这款包呢 目前我是勾了这两颜色 我们看一下成米的效果 这款麦穗花包我们是在县城的PU包底 口眼上勾上一圈短针 接着往上勾制包身 那包身的花形是有一个规律的 大家掌握规律之后呢 就容易编织了 高度勾到合适之后 最后再勾上一圈短针 加上木质提手 然后再安装这个装饰就可以 这就是这款包的这个编织顺序 那这个呢 是包包的里面 容纳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可以放下手机 平时生活的小用品 好 这就是我们成品做好之后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材料包里面包含的这个内容 收到材料之后呢 里面会有两团线 一个PU包底 一对木质提手 这个提手是原木色去生产的 每个提手的纹路呢 都不是一样的 这个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装饰的丝带 两个勾针 记号扣 缝合针 好 这就是材料包里面包含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在勾针的时候呢 是要在这个包底的孔眼上 去进行穿针编织 那这里我们就拿出材料包里面的这个双头勾针 双头勾针这个两头呢 你看一下这个粗度 用这个粗头的这个勾针这一头呢 穿到这个孔眼里 带线进行编织 把这个包底的孔眼上一圈短针勾好之后 然后再换上粗头勾针 勾置包身以上部分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勾针使用时需要注意的这一点 然后我们拿到线的之后 先找一下这个线头 把这个线线值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在这个线团的表面上 看这个纹路 顺着纹路找到最表面上的这个 这个纹路呢 找到下 线头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最表面上 也有可能是在这个里面 你看一下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给它掏出来 这样把线头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之后 然后再拿着线头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好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线呢 它是像一个扁的一个形状 有一点宽度 利近一点看这个线材 它是像一个织带一样织在一起的 那如果说在最边缘的时候 你理出来线头之后呢 它这个位置像这样 线头实际上拖出来有点长的时候呢 你看这是织起来的这种线呢 它是你拉的时候 它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正常的 你就把这个线头 这个位置给它这样剪掉就可以了 好 然后在我们勾织的过程中 把线头勾的时候顺着纹路 给它边勾边藏线 藏在织物里面就可以 好 那这个就是需要了解的这一点 然后在勾织的过程中 如果说遇到线有这个接头 接头的话 它就是这个线呢 是两边是这样扣在一起 打一个结的 那你可以直接将这个接头位置 给它剪掉 然后在勾织的时候 把后面的线接过来 再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一团线勾完 使用完之后 那需要接下一团了 这里呢 也是用到这个接线的方法 关于现在接头情况呢 这个在厂家生产过程中 是属于正常现象 也是不可避免的 遇到接头 我们学习接线方法 进行勾织就可以了 并且接线在编织中 也是经常会使用到的 那在视频中 会有给大家讲解这个勾织方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学习 这款包的这个编织 那么教宠呢 是以视频的方式 我们跟着接下来的视频讲解 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先勾第一圈 在包底的空眼上 勾上一圈短针 那这个包底的空眼 一共是有40个 我们要在其中两个孔的位置呢 给它勾下针 这样勾完一圈就是42针了 那这个包底是一个圆形 开始的时候 在任一个空眼位置 如针都是可以的 没有固定位置 勾织的时候呢 锚钉的这一面 锚钉是拖出来的 另外一面呢 是包到里面 方向一定不要反了 像这样拿好之后 从这一个锚钉 哪一个都可以 看一下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两个孔的最中地方 在左边的这个空眼上 挂上记号扣 按照讲解 一样的标记好 因为包底呢 要在其中两个孔的地方 给它勾夹针 这边标记好之后 你就看这个锚钉的对面 也就是这里 这样拿过来 看这个位置呢 在两个孔的最中地方 一样的在左边的空眼上 挂上记号扣 勾织的时候呢 就是其他的孔眼 每个孔里都是勾一个短针 记号扣的孔眼里 是勾两针的 然后这两边呢 在哪一边开始 都是可以的 看一下在某钉的右上方 孔眼开始数 一二三四 第四个孔穿成过去 然后先给它放到一边 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个挂线的方法 这里给大家讲解 两种挂线方法 先看第一种 右手拿好线头 左手挂线 这样小红指绕线 然后是只条线 大目指和中指 捏制这根线 把这个线递到包底的这边 踢进钩针位置 这样拿好 再进行编织 好 这是第一种挂线方法 那再看一下第二种 右手拿好线头 将线放到小红指的上边 然后是只带线 大目指和中指 捏制这根线 把线递到包底的这边 踢进钩针位置 这样拿好 这两种挂线方法呢 都是可以的 大家呢 看你自己的掌握 用哪一种都可以 像这样挂好线之后 然后开始来编织 勾针这样绕线 将线从这个孔眼里 给它勾线出来 在勾的过程中呢 注意勾针的角度 不要这样写过来 这样别着呢 是不好勾的 顺着这个孔眼 给它这样带线出来 带线出来之后 如果是像这样 那你的勾针 这样往前移一下 线圈挂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把勾针上的线圈 带到包底轮廓上边 不要这样滴下来 这样是不好勾的 带到包底轮廓上边之后 然后勾针这样绕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这样勾过来之后 接着我们开始勾短针 那在勾短针之前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勾针上的这个线圈 会像这样有点小 这个线的话 要给它往上带一下 我们带的这个线圈 大小的这个距离呢 也就是接下来 我们勾完短针 针目的这个距离 是差不多的 带出来之后 然后还是在底边的 这个孔眼里 再传针过去 传过去之后 看一下后面这个线头 如果是在勾针的 底下的时候呢 你给它拿上来 放在勾针的上边 和这个包底 这样捏着拿好 在勾的时候 可以给它边勾边藏线 然后接着勾针绕线 勾针头是像这样 卡住线的 把线勾出来 这里可以慢一点 勾出来之后 如果是像这样 怕滑下来的时候 那你的勾针像这样 给它往前移 然后将线 带到包底 轮廓的上边 好 勾针上 有两线圈 接着勾针绕线 从这两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这个呢 就是短针的勾法 我们看一下 这个针目的形状 像一个V的形状 小片这样的 在这个第一针上 标记一下 像这样从侧边传过来 内侧扣住 这个V的形状 小辫子 这是第一个 短针的针目 这一圈呢 第一针标记好 然后接着下一个孔里 勾第二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每次 在勾短针之前呢 看一下勾针上的 这个线圈 如果是像这样 有点小 要给它这样 往上带一下 带的这个线圈的大小 就是我们接下来 勾完短针 它这个针目的 大小距离差不多 或者你可以像这样 看一下 给它移过来 它对应的呢 在这个孔的上方就可以了 这样顺着包底的圆 勾出的这个形状呢 它会好看一点 好 然后穿到下一个孔 穿着过去 后面的线头 在勾的时候 一直给它拿在 勾针的上边 勾的时候 给它边过边藏线 后边的话 我就不再重复提醒 自己呢 要记得 然后勾针这样绕线 把线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 带到包底 轮廓的上边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从这两个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好 接着下一孔 勾第三个短针 线圈的距离 自己目测一下 均匀差不多就可以了 穿到下一个孔 线头放在勾针上 绕线 勾线出来 带到包底轮廓上边 勾针上 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勾过这两个线圈 下一个孔 勾第四个短针 穿针过去 绕线勾出来 带上来 好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现在呢 我们已经勾了四个短针了 你看一下 这就是上面 这么的距离 一二二三四 它顺着这个包底的圆呢 刚好是这样 均匀的勾过来的 好 然后现在我们勾到 这个机要扣的位置了 把这个机要扣取下来 在这个孔眼里 勾两个短针 也就是给它 加了一针了 穿到这个孔眼里 然后绕线勾出 带上来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还是这个孔 再勾一个短针 穿针过去 勾出来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在这个孔眼里呢 就给它勾了加针 勾了两个 然后其他的孔眼里呢 对应的还是 每个孔里勾一个短针 穿到下一个孔 线头记得在勾的时候 一直是放在勾针上的 这样可以藏线 下一个孔里 对应的勾短针 你看这个针目的距离 差不多就可以了 勾的时候自己多看一下 每个孔里去勾一个短针 勾的时候大家看一下 这个线头 从我们开始的时候 已经藏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说剩的不多 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就已经藏在这个里面 完成了藏线 接着再继续编织 那接下来呢 就是每个孔里去勾一个短针 前面这个短针呢 给大家有演示 讲解过 那大家呢 自行的把这边的孔眼 对应的勾好 勾到这边孔眼的时候 再看一下 接下来的视频讲解 就可以了 现在勾到这个线头的位置 把这个线头取下来 在这个孔里呢 勾两个短针 针针过去 然后先勾出来 一个短针 还是这个孔 再勾一个 这一针呢 是勾了夹针了 在这个孔里 然后剩下部分呢 还是每个孔里 勾一个短针 每个孔 勾一个短针 因为接下来方法是重复的 大家呢 先自行的 把这边呢 勾好 勾到这边接口的位置呢 再看一下讲解 就可以了